Race 王遠佩 常說與情人分手之後 最好的療傷方法就是開始一段新戀情 Race 王遠佩自上個月同向了分手之後 華金快就傳出新飛聞 而飛聞的男主角就是與薛海琪傳了兩年飛聞的澳門酒店高層 Riggy Martin 近日有雜誌拍到Race和Riggy在中環一起吃飯 晚上還去到遮打花園散步 報導更指Riggy在街上搭著Race的肩膀表現親密 直到二人發現記者才分別離開 來自飛聞的男女主角其實感情生活都相當精彩 Race 自入行以來除了在06年與陳冠希傳出飛聞之外 亦與五運龍傳過飛聞 去到2009年初Race同向了傳出戀情 當時更有傳Race在2005年已經秘密與新加坡富商陳靜佳結婚 令向太太對Race的印象不好 但之後Race亦扮妥離婚手續 淡出幕前 和向太太的關係亦漸漸好轉 但去到上個月向左的經理人就聲實向左已經和Race分手 二人的戀情亦畫上句 至於你次的飛聞男主角Riggy就認識不少圈中人 更加與Fiona傳出兩年飛聞 她之所以與Fiona傳出飛聞 就要追溯回2009年的事 當時Fiona因為去澳門拍戲而與對方認識 自此他們兩個都有保持聯絡 Riggy更時不時上載與Fiona合照去社交網站 兩個人更加曾經被拍到在銅鑼灣一起逛街 不過最近Fiona就因為工作而離開香港 而Riggy就來到香港與Race相聚 好! 好!